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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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局人員每人都抱著紙箱陸續走出辦公室 這裡是台坡大樓二樓的木可公司辦公室 柯文哲捲入政治現金申報不時風波 檢方上午開始繽紛其路大動作展開搜索 搜索的部分不包含台灣民眾黨黨部 也不包含台灣民眾黨柯文哲主席的辦公室 但是我們主動提交了六箱 有關大選時期的憑證 希望交給檢方盡速的釐清真相 調查局的兩輛車接連抵達北基站 第一輛車就是載了民眾黨提交的六箱證物 第二輛車則是另外兩箱證物 其中一箱還需要黑色行李箱裝著 不排除是相關的硬體設備 這回搜索地點包含端木正事務所 以及木可公司 木可公司我認得兩名律師火速趕到現場 面對提問沒有回答快步搭上計程車離開 擴完證物接下來就是約談相關人等 這起案件五名被告分別是柯文哲夫妻檔 科辦委任會計師端木正 時任進總財務長李文宗 承諾競選周邊業務的木可公司負責人李文娟 根據了解李文宗李文娟是兄妹 李文宗跟柯文哲還是高中同學 其實以時間點來看 從十二號國民黨議員鍾小平告發後 到北檢分凡調查 短短兩天指揮搜索速度非常快 如今案件已經曝光 相比其他秘密偵查的案件 被告面證的可能相對較高 也因此安排比較快的搜索進程 是非常合理的 通常這種搜索會去搜索他的主機 電腦以及手機還有帳冊 五名被告晚上首播將被訓問的是 端木正跟李文娟追查政治陷阱案 得調查長期金流恐怕搜索行動還沒結束 TVB新聞綜合報導